就是我们教会刚刚租到了这个Para Alto这个City 它的Community Center一个Legge House 就是不像是一般呢 这个Community Center租过来的这种像我们这种教室 就是一个倾斜的 然后这个前面有很大的这个屏幕 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正在忙着今天在打扫 在在在弄在里面的set up 感谢神在在过去这几个月 我们增长算是比较在那个地方 大家知道这个如果你在湾区稍微有一段日子都知道 那个地方是特别非常特别的地方 所以所以为什么这么这么多年 就在那个地方没有没有真正意义上 属于Para Alto City的这个比较有规模的华人教育 没有但实际上只有一个 但是就像院长说的几十年只有 现在只有十几二十人 但都是非常老的 我非常地感谢神 很多人来我们教会参观 我来看他说你们教会这么年轻 其实因为好多都学生 当然很年轻 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很 给我一个很不同的经历 就是在这样被弯曲 大家都觉得说去那个地方 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地方 但是神在任何一个地方是能够做工 但是我们的意向需要清楚 我们知道上帝差派我们到那个地方去 无论是一个收入很高 受教育程度很高 还是很贫穷 还是对福音很没有兴趣的地区 但如果你知道是神差遣你去 神用他自己的能力来保证你的福事的果效 但是那个福事的果效不一定是你 你自己觉得是一种ideal的 是你自己觉得一种理想的 但是我们知道神永远 他never fail 他永远不会失败 永远他的计划不会半途而废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一段经文有关的 我想在今天的这个 特别刚刚这个美国大选过后 我们很多保守派的这个基督徒都在叹息 今天这个美国已经堕落了 很多人说欧洲是叫做fallen 美国叫做falling 欧洲已经堕落了 但是这个美国正在堕落之中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觉得 叫什么这种 金不如稀 很多人在叹息 这个时代越来越邪恶 越来越败坏等等一系列的 我个人认为 这种叹息的背后的神学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 我们总觉得在自己 我们感到挫败感到不满意 我们总觉得是这个时代的人 比古代的人邪恶 这个呢 这是因为大部分人没有学好 这个加尔文的人论 加尔文的人论教导我们什么 全然败坏 所以天下的乌鸦是什么 一般黑 在古代是这样 在现在是这样 我们现在觉得同性恋非常嚣张 在罗马时期的同性恋 比现在可能还嚣张 他们不需要license 他们根本不需要立法 为什么人人都如此 那我们 或许我们说今天同性恋的人 还得用这么拼命去争取 那已经算是什么 在古代他们根本不需要费什么劲 那我们在想 今天真的比是世代的人 比古代的人更加的邪恶吗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其实 事实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 都是败坏的 而神在古代能够做功 在今天也同样能够做功 那我认为这个关键不是 不在于 每一个时代的人心和文化的不同 而最根本的问题是 教会或者说是基督徒 他们的信仰 他们在生命中间 他们对这个信仰的尾声 和他们对上帝的这个能力的这种信心 我们只能够这样说 今天为什么这种 看起来有更多的失败和黑暗 那是因为 从某种角度是因为 我们今天的教会 真的是经不如稀 而不是怪什么 我们活的时代比古代更坏 我想今天要跟大家来念的这个经文 是《使徒行传》第一章6到8节 我相信大家是神学生 都是会背的 第一章6到8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了 第6节到第8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阿们 我们在 这段经文 在整个使徒行传的 整卷书里面 是举主群众的 他可以说是点出了 整本书很重要的这个关键 无论从神学 还是从这个叙述 从这个narrative 从那个叙事 那么我们知道 每一次当我分享 路加的著作的时候 我有几点是特别的 感到这个感动和喜悦的 大家知道 新约 所有的新约作者里面 谁的著作占新约比例是最多的 错了 路加 路加占了新约27.1% 所以保罗大概23% 约翰大概14% 大家知道路加是新约量最大的一个作者 别看保罗这个书信多 他主要短 但是我们知道路加有的一两章 就保罗一封信都不止了 你们知道路加写的章 chapter特别长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四五十节算短的有时候 那我们注意到路加不是使徒 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但是他写的著作被列为正典 大家不觉得这对我们作为没有看过耶稣 没有跟过耶稣 不是第一代 甚至没有直接跟过第一代使徒的那些人而言 我们不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就是我们的信仰 透过历史的 透过接受在使徒所传扬的传统 所收集起来的资料 我们的信仰也不是二手和次等的 我们的信仰也是可以被列在 像路加被列在正典一样 那样的一个地位 就是我们可以从传统中建立起来 那种正统的 那种被上帝所认可的那种福音信仰 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我特别感动和喜悦 就是在新约这样 对我们基督教信仰来讲 是最重要的文献 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跟新约相提并论 但是一个外邦人 一个非犹太的作者 占了最大的比例 对于我们不是犹太系统的人而言 那我们难道不感到有很大的鼓励吗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犹太人 信主一个犹太牧师 很多人听到都特别认真的 好像他们有一些 有一些什么秘籍一样 祖传秘籍一样 但其实是什么 没有的 我们看到路加作为一个外邦人 他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也不是使徒 但他所写的被立为新约 而且新约里面比例最大的一个作者 所以这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对我们来讲特别的书卷 那么我们看到在路加的两卷书 他到底主要讲什么呢 在路加福音里面 我们看到 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 最主要的这个故事是耶稣 我想引用Christophe的一句话 他说在路加福音 路加所描述的是什么呢 是他所记载和描述的是 关于宝会师的工作 而在使徒行传 他所描绘的是 另一位宝会师的工作 大家知道 他是在讲 约翰福音14章16节 父要差遣另一位宝会师 所以然后他就讲到 那圣灵的工作主要在 使徒行传里面被彰显出来 然后他就说 那么在路加的这个福音著作里面 他讲到是宝会 耶稣说父要差另外一位宝会师 意思就是耶稣是一位宝会师 对吧 然后圣灵是另外一位 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位 这种宝会师的工作 所以路加福音是宝会师的工作 而使徒行传是另一位宝会师的工作 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要回到这种第一世纪 我刚才讲到 在今天我们常常抱怨 这种时代不好 人心更加败坏 当我们回到第一世纪的时候 我们从希腊的文化的衰落 从这个罗马当时的这种文化的 文化的这种氛围 我们知道他们的那种黑暗 沮丧 邪恶 他们的那种分崩离析 他们那种对 对这种 人生的这种 这种享乐主义 就是那个epiculus 那在这个年代呢 就是说我们看来跟很多跟后现代的 现在的很多东西是很相似的 但是我们看到神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 是怎么样成就他的国度 那么我们注意到 在路加福音里面 他记载耶稣是作为弥赛亚 是旧约所应许上帝所差遣的 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 不仅表达圣灵是神所应许和差遣的 同时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出现 就是教会 那这个教会的出现在路加的著作里面 教会的出现 它不是一个偶然的成功 不是一个因为圣灵降临带来一个果效 当然是圣灵降临带来的果效 但它不是一个 因为圣灵带来一个附带的果效 而是上帝在旧约里面 应许这个新的果度的出现 这个天国的实现 这个新的子民 上帝在以赛亚书 尤其在这个先知书里面 所应许的那个末世 就是上帝新的子民的产生 所以这个圣灵的降临 就是要带来上帝新的子民 这方面有一本 在目前在中英文都是一本很有代表性的著作 它是就是三一神学院的这个新约系主任 包围军博士 他写了一本书 他的博士论文 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 在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这个以赛亚书 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应验 而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 就是论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教会的出现 是以赛亚书在预言 在末世里面上帝应许这个教会 他的新群体的这个出现 不好意思啊 我看大家你们用手机是要干什么 圣经 神学生也用手机查圣经吗 那所以呢 你们知道这个电子版圣经 跟纸版圣经是很不同的 赌神学一定要用纸版圣经 你知道为什么 电子版圣经里面很多符号是没有的 比如说我们圣经里面 常常有下面点点点起来 你们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原文没有的 但是你在电子版圣经里面 是没有点点点起来 所以很多 当然我们读中文已经不行了 一定要读英文也不行了 一定要读原文圣经 对吧 我等一下就要讲原文了 但是呢 但是你要读电子版 电子版真的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我不是说电子版圣经不可用 但是对于我们准备的传道人 或者说认真读圣经的人来讲 你一定要拿到最权威 那种最严格 编辑和教对的圣经 好 我们继续 你们再打菜 我讲不下去了 OK 那好 那所以我们 我刚才讲到呢 这个在路加的使徒行传里面 这个教会的出现 是一种末世的应验 末世的到来 所以上帝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甚至实际上这个 甚至不能用时代这种观念来形容 它是一种跟这个世界对应的 就是一种 以圣灵降临是一个标记 就是末世 就是上帝一个新的果度 新的子民的开始 那么在耶稣快要升天之前 他的门徒很关心这个问题 所以呢 所以在你们如果读使徒行传 大家就要注意路加 其实在路加的语言里面 有一个很喜欢的 如果从口语的角度来讲 就是口头禅 就是什么呢 他们聚集的时候 如果你读使徒行传 经常会学到他们聚集的时候 请注意跟着这个句子后面 就有大事发生 不是小看的 不是简单的 不是说明一个他们聚集的时候 这是路加的一个习惯的 惯用语用来要表明一个new opening 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事物的一个开始 就是用这个套语 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注意到 当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因为耶稣说了 复活耶稣的 当耶稣死的时候 这个门徒的信心好像也死的一样 当耶稣复活 他们的信心也死灰复燃 当耶稣又说 他们要走的 他要走的时候 这个门徒又感到 又继续像之前那样感到惆怅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死的 他们好像对上帝的国的盼望 好像没有了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们想东山再起 可是耶稣现在又要走了 所以这个门徒忧心忡忡 所以他们就 他们只好怎么 逼着 他们再也忍不住 就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大事还没有做呢 你怎么就要走了呢 所以他就说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就是意思就是 你现在要宣布做王 你现在要带来那种荣耀的 那个地上的以色列国度吗 所以他们关心的 仍然是一种属地的 军事的 政治的 文化的 财富的这样一个以色列国 但是 耶稣在这里的回答 好像答回首问 耶稣没有说是或者不是说什么 说 这是不是你们可以什么 知道的 在这里面的 在希腊文里面有两种读法 一种读法呢 就是你们不能知道 另一种读法呢 就是 Not your concern 就是说 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 这不是 他 这个 Bruce 我 这个 这本写的真的很好 那个 那个Bruce 他就说 第一种的 第一种的翻译 应该是叫做 It It doesn't belong to you to now 就是意思是 这不是 这个不属于你应该知道的 这不属于你的知识的范围 但是第二种呢 就是说 It is It is your concern 就是说 不是你的 关心的 你们不应该关心这个问题 那应该关心什么 那么到底这个复兴 他们对这种复兴的关心 如果你们有写笔记要题目 我的题目就是复兴的本质 那他们要问这个复兴的这个问题 那么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 复兴的问题是上帝 凭着自己的权柄 他定的这个日期时候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 但是是神 父神所定的 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就结束了 所以反正你们不用管了 这个复兴的事情 上帝自己会决定 但是耶稣说下 接下来就是要告诉门徒 真正的复兴是什么 真正的复兴就是 你们要等候 等候干什么呢 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得着能力 然后去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做我的见证 这是什么 这就是复兴 这就是复兴的到来 所以呢 我不想打岔开来 去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以色列 应该解释为 属灵的以色列 还是这个属肉体的以色列 或者是both 是两个都含在这个里面 我想其实这个问题 也不是特别的严重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也不是一个特别 具有局主群众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这里 门徒关心的复兴 是一种地上的 而耶稣的关心是 圣灵的到来 这种福音广传的开始 就是神的国度的临到 就是神的复兴的临到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了 这个门徒关心的 跟我们今天一般人的想法 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们今天 我们大概想 今天我们所谓的复兴 是怎么样的 我们可能觉得 像门徒想象 以色列成为世界上 最强大的国家 耶路撒冷成为万国的 这个什么 朝拜中心 世界各国来进贡 然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在 在这个地方呢 跟耶稣一同做王 我们可以什么 世界超级大国 大概假如说今天 美国继续有比较保守的 一种立场 然后继续保持世界经济强国 甚至强国 这个军事强国 大概很多人认为 这就是复兴了 但实际上 我们要看到 在美国 美国的这种近百年 甚至近几十年来 他的这种资本的掠夺 这种罪恶是赤裸裸的 所以我们今天 看到很多基督徒游行 为同性恋游行 但很少为美国 离婚的问题游行 但是就是所谓的那些 那些圣经地带的离婚率 在全美的平均是一样的 没有比加州这样 看起来更邪恶 更开放的地方更多 那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难道离婚的罪 比同性恋更小吗 所以我们要知道 到底 我们如果假如今天 好像同性恋的问题 如果是不合法的 好像就是一个 好像我们还在 这个复兴里面似的 我想我们今天 miss的复兴的本质的问题 我曾经讲过 同性恋合法 这不是一个 很严肃的issue 但是它也没不是 天塌下来 我说今天 圣经禁止人什么样 不可以离婚 但是这个同性恋合法化以后 教会将会看到 一个新的神迹 那就是为基督的缘故离婚 你们信不信 同性恋两个人结婚了 后来有一方悔改信主了 就离婚了 为基督的缘故离婚 这不是教会史上的心思吗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上帝的能力 彰显出来 就会解决这些罪恶的问题 那我们耶稣说 圣灵的能力 临到你们的身上 你们然后去全地去宣扬福音 这就是福音的到来 我想因为要快快地 做这个应用就结束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列出了整个 使徒行传的叙事结构 就是这种 narrative的structure 在哪里呢 比方说现在耶路撒冷 一到七章主要都在耶路撒冷 八章非礼 开始在撒玛利亚传福音 然后在旷野 然后后来使徒到了撒玛利亚 一直都在撒玛利亚 经过的村庄传福音 大家看到那一点 然后呢 这是什么呢 第九章 除了这个保罗悔改的故事 还有这个门徒释散 从尸体反受害之后 释散到犹太各地传福音 而从第十章开始 彼得见异象 要去哥尼流家里 开始就越来越往外邦 越来越往外邦 直到保罗要往西班牙去 那就是 the end of earth 就是那个就叫地级 那这是为什么 你们自己去查资料 或者你们也许 已经知道了 那么在我们看到 这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结构 但这个结构 不只是一种地理的 它是一种文化的 意思是要超越我们的民主 超越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背景 而因为圣灵的领导 将要使我们怎么做那些 很不可能的 去打破这种文化 文化之间的隔阂 种族与种族之间的隔阂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隔阂 所以圣灵会带来 真正那种和好的福音 就是我们 不仅我们与上帝和好 从横向的角度 我们万族万般 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民族和文化 会在基督里面 被合而为一 所以这种能力 怎么能够 这种事情 谁能够做得到 我们知道 世界上最强的牧柜 就是这种什么 一种民族主义 把大家给什么 团结起来对吧 今天中国的这种 政治的危机 他们用了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 就是民族主义 那我们知道 这是人间 所能够达到的 很强大的一种力量 但是圣灵的到来 要打破这种 Nationalism 就是打破这种 民族国家主义 要使人放下自己的文化 放下自己的这种 政治正确 而在基督里面 称他为主 这是什么 这是Miracle 我们知道今天 从中世纪的时代 是一种大融合的时代 而从这个 后现代开始 是一种 或者说从 现代开始 是一种大分裂的时代 所以你看到 以前的人 这个学者 都像百科全书一样的 那现在这个博士 都是懂一点点的 因为大分裂的时代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这种分崩离析 这样分裂的一个社会 那我们怎么可能 还能够走向融合 难道我们要想 难道今天真正的是 人心比过去更败坏 而使得我们无能为力吗 我们要想个问题 就是上帝的能力 在第一世纪 和在第二十一世纪 有没有不同 神在第一世纪 那种大的分裂 那种各个民族之间 充门的各种隔阂 和那种人心沮丧黑暗 那种非常崩溃的 那种精神状态里面 建立上帝的教会 那么在今天二十世纪 是二十一世纪 那我们知道 神的能力 是同样work 在这个世界 他同样能够成就 我们所不能想到 我们所不敢想象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 跟第一世纪有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有 两千年的历史给我们看 那我们就应该在这里面 应该比过去的人 应该怎么样 更有信心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能够成就 不是借着地上的势力 今天有很多基督徒 在政治上有一种 很不正确的这种概念 是什么 我们总希望 寄希望一种制度 某个君王 能够带来属灵的复兴 习近平要信主就好了 我这种 这种基督教帝国梦 皇帝梦 我们从中世纪 我们应该得到教训 我们要知道 不是依靠什么 势力才能 如果有机会 可以在这里面分享 启蒙运动的职业家 原来是为了 护卫福音出发的 但他们成为败坏福音最大的 最这种最大的罪亏祸首 比如代表人物像黑格 那我们知道为什么 不是依靠这种你的才能 不是你power and ability but holy spirit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圣灵的来到 不是说你马上 你就摇身一变 就变成一个神人 圣灵的降临 而使我们成为什么呢 耶稣说成为他的见证 为什么耶稣叫门徒出去之前 一定要他等 要等到圣灵降临呢 因为没有圣灵在这些人的身上 他们讲的论证再完美 再严谨 都不可能有这个效果 使我们的讲道 不一样的是什么 不是你的才能 是圣灵的能力 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 很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以为我被圣灵充猛了 然后我就可以像保罗彼得 可以像任何一个时代的 那些人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圣经好像读的 断章取语 耶稣说你们要直到地底 做我的什么 怎么做耶稣的见证 保罗说我 我病被医好了 彼得说我本来打鱼 打不到的 但是跟了耶稣以后 哇这个鱼好多 怎么做耶稣的见证 要用圣经证明 耶稣是基督 大家如果看到彼得五行节 站起来怎么为耶稣做见证 彼得有没有说 我本来打鱼的 很不专业 跟了耶稣以后 你看我就成了这个鱼老板 他怎么来见证耶稣 他以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那么第二个我们 第二个例子 史提反 史提反怎么来成为耶稣的见证 大家还是要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来 那就是史提反引用圣经 跟他们辩论众人怎么样 抵挡不住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为什么被圣灵冲门 他们还要神学思想呢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对旧约的理解 是一种神学思想在里面 这个神学思想就是 耶稣就是基督 就是上帝的儿子 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圣灵冲门难道还不够吗 还要那么多圣经知识吗 还需要那么多论证吗 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里面 他们做耶稣的见证是指 他们不断地引用圣经 去证明耶稣基督 就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弥赛养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为什么如果圣灵一冲门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为什么耶稣还要训练门徒三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可能没有 很多人没有仔细想一个问题 今天很多中国家庭教会 今天搞差派很多混乱 就是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 就是保罗为什么信主以后 13年才被差传出去传福音 你们知道吗 保罗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 他信主就被圣灵充满 有圣灵充满的经验 可是为什么他没有马上成为宣教士 而他为什么没有成为 马上成为一个很powerful的这种leader 而等到13年过后 在《使徒行传》13章那里开始 在安提亚教委被派出 圣灵说为我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 对吧 为什么保罗这么有才华 又被圣灵充满 还要巴拿巴 他们早就被圣灵充满的经验 他们需要在教会里面去锻炼 所以保罗作为没有跟过基督 他需要跟这个教会的传统有连接 我讲的一点就是 圣灵充满让你有很不一样的体验 是没错 而会带来一种给人感觉脱胎换骨式的 你的某些方面的变化 但是不代表着你就可以不学无数 为什么新约三个最重要的学者 作者保罗 路加 约翰 没有一个 那不是那种属于那种 非常聪明有学问的那种类型 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分裂 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个大的问题是什么 有些人以为掌握了神学知识 它就能够work No 你的圣经讲的也没错 你的神学的知识也很丰富 可是你的讲道不能够打动人心 但是今天很多人以为自己被圣灵充满 然后讲道觉得是让人很感动 乱七八糟 根本是根本什么 胡言乱语 为什么我们今天走向了这种分裂的 这种没有真正在圣灵中 你们知道圣灵的名字在圣经中被形容什么 真理的圣灵 为什么彼得 约翰 保罗 斯提反 能够被特别被神所用的来作为耶稣的见证 是他们在这种对上帝的道 对旧约圣经 他们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大家没注意这一点 耶稣说圣灵来了 要让你们想起我说的话 你们读神学的时候 是不是原文都记不住 是不是很多经文都记不住 没关系 记不住也要学 为什么 有一天 但是你学过了 你才有可能什么 圣灵帮你 让你记起来 你从来没有到哪里记呢 就没办法记 对吧 第二 是不是神学念得很不懂 所以念得稀里糊涂 这么多的观点 一节经文 这样解释的乱七八糟 我感觉读经一点的这种意思也没有 一个希腊文还可以写几本书出来 但是还是要念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引领你们进入真理 所以你没有念过那些不懂的 你就没有机会懂 当里面的你的脑袋一片空白 你的记忆体里面根本没有上帝的道的时候 你说我被圣灵充满 你忘记掉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祂来是要让你得着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 其中那个能力怎么体现出来 几个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 你能够用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基督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真正能够有影响 真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真正能够在上帝的 在上帝的这个国度里面 能够建立起那种新的子民群体的 能够促成真正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的是什么 是上帝的道 我不是说我不反对 那就是说神经有这种让他发生 那都是好的 但这解决不了本质上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知道圣灵的来到 是让我们开启我们对上帝的道的那种记忆 和对上帝的道的那种理解 但是呢 这个记忆和理解都得建立在 你之前念过 你之前稀里胡不不明白 也好怎么样 总之你总之在 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 已经经过了这一层 你圣灵在你的身上才能这样工作 你注意到了吗 所以我们知道 加尔文讲的一个道理非常伟大 就是圣灵与圣道并行 不能偏废 好 我想呢 因为时间已经超过我就不讲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用一种理智 或者用情感去带领圣灵的工作 比方让人感动 让人感动其实不难的 只要你会表演 只要你会讲故事 你看一个中国的戏曲 我小时候看中国戏都哭得稀里话了 因为实在太感人了 这代表能代表什么 那我们今天不能够用理智去取代 这种福音工作 因为我讲的 everything is illogical but doesn't work 为什么你这么逻辑 为什么不能够说服人 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才有能力 所以使你们变得不一样 所以这个布鲁斯在解释这段话 他说这个圣灵的来到什么 是preaching met effective 就是让他有效果的 所以这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看到神的应许 昨日今日是不变的 时代 always都是这么艰难 但上帝的能力 也是always 是什么 那样的 那样的明显 那样的有能力 可以来解决 任何一个时期的时代的问题 我们渴望复兴 但我们需要回归到 上帝所应许 上帝心意里面 所要的那个复兴里面 愿神能够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 去经历 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 去打破我们的这种狭隘的 这种民族的文化的 各种的这种限制 进到世界 直到世界的尽头 能够什么 去先扬 真是先扬上帝的道 所以你在这里 也许你感到非常 没有效果 或者是不怎么 不怎么enjoy 但是我们知道 这种迷惑 艰难 痛苦的学习的经历 是为了预备自己 有一天可以被圣灵所用 愿神能够赐福给我们 Amen Amen 是为了预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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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